学会评读第十七天来了 今天咱们来学习两个原因组合 分别是R和OR 这两个原因组合咱们之前说过 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啊 如果R和OR出现在了窝窝的时候 他们俩要变阴的 R出现在了窝窝时候 它要变成OR OR 为什么呢 你看字母A是不是长这样 带个尾巴对不对 他特别喜欢跟窝窝在一起玩 他看到窝窝的时候 他干一件事情 干什么事呢 就是把自己的尾巴给切掉 这样让自己变得完美 这样他觉得窝窝是会跟他在一起玩 所以说记住 R如果见到了窝窝就变成OR 看几个单词 记住看见原因组合要画起来啊 它们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开 原因是OR 对不对 看到OR了 但是前面有窝窝 他要变成谁 变成OR 对吧 所以说读一下读多窝 OR 同样这个原因组合也是R 是吧 但是呢前面有窝窝 他要变成OR 某某身后没有原因 咱们说他要发哑巴音读 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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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词原因也是R 是吧 但是前面有窝窝 他要变成OR OR OR NNN身后没有原因 所以说NN也要发哑巴音读 N OR OR N OR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原因组合 它是OR 对不对 如果前面有窝窝的话 他要变音 他要变成R R的音 为什么呢 就是他会变一个非常尴尬的音 因为他本来就比较完美 他看到一个窝窝窝 说话不利索的窝窝 你看窝窝像小磕巴一样 窝窝窝 说话这样说 所以说他觉得非常的尴尬 跟他在一起特别尴尬 他觉得丢人 所以说他一直发了一个音叫 呃呃 就是尴尬的音 所以说你可以这样记住 OR在窝窝的身后的时候 他要发 R R R 的音 看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 原因组合是OR 对吧 前面出现了窝窝 他要发 R R M 身后没有原因 所以说他要发哑巴音 读 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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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词在同理 读作 WER WER 封印是 WER OR 在窝窝身后出现了 所以说他要读作 R 所以说大家记清楚 如果在窝窝身后出现的时候 就变成 如果在窝窝身后出现 就变成